中文字幕——YK 《三国演义》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,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,它广泛流传,魅力无穷,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忽量的深影响。 看过《三国》的人想必都知道赤壁之战,赤壁之战是由一代帅哥周瑜一手创造的,但是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,这个傲人佳记被罗冠中写给了诸葛亮。 《三国志》你如果仔细阅读《三国志》的话,行刀戎曾经说过一句话,赤壁之功乃是周瑜之谋,你诸葛匹夫来这吹什么吹啊? 这一句话,让诸葛亮清后满脸通红,退回帐築。 周瑜这个人虽然小肚鸡城,最终落得个被气死的下场,但是他对东吴而言,是元老级的重臣,他一人经历了东吴孙策,孙权两个时代,他帮助孙策惦击了东吴基业,又帮助孙权继承基业,可谓是吴国的核心重臣。 周瑜自功锦,侠中,世代为官,可谓是到了他这一代,他是一个妥妥的高富帅,他与孙策的关系从小就比较好,21岁时跟随孙策打天下。 公元208年,周瑜带着东吴十万大军,与刘备联合攻打曹操,周瑜当年是东吴的大都督,可谓是足之捉谋,他一生留在历史上。 最经典的战役就是赤壁之战,赤壁之战可谓是三国时期的分水岭,他一举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。 可能是因为千度英才吧,周瑜去世的时候,年仅36岁,令人叹气。 展开全文周瑜在病重之时,给孙权写过一封信,现在大概意思是这样的。 他告诉孙权,我们现在的两个敌人分别是曹操和刘备,曹操稳居北方,无暇顾接我们南方。 如果他前来攻打我们的话,哇,你要借助水军抵抗就好。 但是对于刘备就不能这样了,别看刘备,这是我们东吴联军,其实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 如果我们稍有松懈的话,他就会反过来攻打我们,并在信中强调了此人不死。 东吴必威,但是孙权并没有将周瑜的遗言放在心上。 十二年之后,差点被刘备灭过,终于在火烧赤壁之后,向孙权建议软禁刘备,但是孙权心想,曹操依然雄距北方,势力过大。 他需要和刘备连起来一手,手来,一起来对抗曹操,没有听从周瑜的建议,反而将荆州借给了刘备。 刘备凭借着荆州,势力不断地扩大。 这个时候,孙权反过兵来去攻打刘备,先派出了吕蒙去偷袭关羽,最终关羽败走卖城,刘备伤心不已,想一举歼歼灭无国。 孙权这时派陆逊迎战,陆逊一招火烧连营,直接把刘备烧得白地成脱钩。 如果当时刘备不是为关羽报仇心切,是不可能被陆逊偷得一招火烧连营的。 很有可能,一举直接将东吴攻占。 在我看来,我们先不说,周瑜小度积层,他的才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。 罗冠中一句话,寄生于何生亮,就直接把他和诸葛亮的地位放在了一起。 他的聪明才智,在三国上面也是可以排上号的。 历史上没有那么多诸葛,每个人都有他在这段历史当中的意义所在。 或许周瑜的存在,就是来衬托诸葛亮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